22559例的确诊个案 而死亡个案新增有32例 死亡个案当中最年轻的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他在发烧当天确诊死亡 另外在今天中重症新增了有126例 儿童重症有一例是10个月大的男婴 他因为笑吼住进了加护病房 另外新增有3例儿童Miss C 今天公布的32例死亡个案 年龄是从40多岁到90多岁 其中40多岁的这一位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有接种过一剂的疫苗 他是在8月9号的时候 因为发烧跟抽搐的关系 那送医拨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心跳 那在当天就是进行急救无效 不过也有做了这个PCR的检测 确诊是新冠病毒感染 那后续就是医院有送请司法相验 那司法相验的结果 回报回来是死亡诊断是新冠肺炎 那合并有心肺衰竭 所以这例算是一个病程相当快速的一个个案 那年轻也没有这个慢性病史 那但是只有接种过一剂的疫苗 另外就是特殊重症的部分有四位小朋友 那其中有一位是孝吼的这个个案 另外三位都是miss C 那从孝吼的这一位是十个月大的男婴 没有接种疫苗 也没有有神经系统的一些慢性病史 8月12号开始有发烧呼吸急促 有呼吸的杂音 那隔日待到急诊 在急诊这边检查有胸凹 呼吸窘迫以及血氧偏低的情形 那经过这个PCR检测是阳性 也确诊是新冠感染 诊断为孝吼 收住交病房插管使用呼吸器 给予瑞德西韦和雷固醇等药物治疗 很顺利在隔日 8月14就把管移除了呼吸器 那目前的状况是病况持续在恢复 那还在交病房当中观察 不过氧气浓度都已经相当稳定了 不过氧气浓度都已经相当了